Lov-Lov 第一局的比賽,嚴森首先發狗 Lov-Lov 這個球很漂亮 真的是老虎仔 頭兩分都是主動得分 3 又短又長,嚴森一點 打幾番短的 Lov-Lov 這一番很重的下旋 第一組發球就拿了 很快進入比賽狀態 Lov-Lov 現在把發球吃掉了 連吃兩番,對於對方的發球是觸摸不到 兩位球員也對賽的機會不多 所以對於對方的打法比較密身 2 搶攻得手 毫無保留餘地 他壓拍方式也是一個 持今敗的壓拍 就是直打 加油 稍微的弱點就是反手方向 2 但是持今敗如果打反手 推球是會快 但是採取不到一個弧圈球的打法 2 2 謝謝 氣氛完全不同了 觀眾每分球都喊 2 3 他一點都不急 始終大賽的經驗很豐富 2 5 還未是這麼好 這次追身吧 有小動作 很喜歡用舌頭頂住口 7 12 好像看見他經常踏到你的嘴巴 其實不是 這些是小動作 自己的發球就拿了很多甜頭 5 5 3 7 1 1 1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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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蟻德維爾 加油!加油!加油! 拆板過來 拉這板 很可惜,機會已經完成了 打起來不夠穩定 看看還搶不搶 2個人又失一個 對於對方的開球,他真的不習慣 加油! 還有阿爾德維爾的發球很引擎 用身體遮掩少 13、15 看看他能否打到逆境波 現在還未算,現在還是領先 14、15 追上來了,阿爾德維爾 失誤了 還有在接發球方面也做不到 連續兩球球都是接發球接失的 下來就立即連續拿很多分 但當對手習慣了這個打法 倒轉 打穩了之後,你就失去 又失一個 張夢翔捉起來的時候 很難拿回身上 挺穩定的 被他衝到這麼多分 就是矮得來已不習慣 對手的打法 18、17 現在已慢慢掛 嚴森也是接不到的 也希望嚴森在經過幾輪接發球之後 熟了對手的打法 開球 重彩對攻 嚴森也是靠頭三板的 一場猜的話 他的經驗錢多數會輸 路都被阿爾德維爾捉了 20、17 騙了這個球 打到他的反手位 自己的反手位置 1、2、3、2、3 又來了 被人捉住這個位置來打 1、0 阿爾德維爾又落後的情況之下 反手位賽事正式展開 第二回合 Sueyden 拉布拉 又來了 又是向著嚴森 要比上高峰的地方 尤其是換上單的球員 2、3、4、6、7、7、7、8、7、5、6、6、7、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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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7、8、9、7、9、9、9、7、7、9、9、9、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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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가운데、9、8、下衝或可以役底 上台搶攻,但他打失了 用法球一對四 相反,艾德奈爾的動作比較小 所以他要做一個還原動作 比嚴森更容易 嚴森放了一板 這板就好了 開始了 自己打球也沒有優雅室 開始了 他打得很厲害 對自己也不需要怎麼動 打球真的相當準確 五、 八、2、 .. 還就會很難打了,習慣這樣 到現在為止,艾德奈爾 可以掌握對方的那種凶懇打者 五、 八、3 才知道他怎樣 十四 duda2 一來的波子很衝 旋轉勝利 鬥功 十多 在鬥功之下 如果差 6-11 6-11 連一個比較大的比分距離 7-11 這個球也不錯 很聰明,迫到喊了 達羅爾放高球,離開桌子 然後放回一個短球 加油… 13、8 13、48 原來不要落伴 原來對手開球時 他也想搶第一板 14、8 太多犯錯了 15、8 完全吃光了 16、8 1 1 17 現在有點吵架 所以兩邊撲來撲去 最終自己的動作做不完 不舒服 反而喊得內耳 在這一邊 一步、半步、一步、半步 迫著你 他的打法真的很瀟灑 而且不用動太多 省力、省水 8、18 燕釀白 這局比江爵一個比分 要差更遠 9、18 也不妨起板 因為領先的分數比較多 2、2、3 10分 雖然打倒這板,還有9分的優勢 1、9、18 10、18 10、18 也要吃對方一板的下旋 1、2、3 2、3、3 18 這幾個開球就不錯 真的爭取主動 令對方直接失分 18、12 幾反球都吃光 2、3 2、3 不要緊 現在仍然有6分球的優勢 18、12 18、12 雅伊德萊爾發尾球 加油… 加油… 這板又瀟灑了 大盤展示的左手一揮 這個球沒甚麼手影看 雖然大家都是打一板的反手球 但橫板的球員 誰都比較好處 好球 20比12 2、2 充滿信心 2013 沒可能是在場一點的觀眾 2014 很厲害 這麼多分在手上 他打算 隨便自己起板 打中一球都可以 但他連續輸了幾分球 最接近了 依然落後5分 雅伊德萊爾說這板球 應該是觸網在先的發球的時候 他也感謝對方給他一球重開 他立即得到這分 很快又贏一局 21比14 雅伊德萊爾看 籃籃 嫌森首先發球 機會始終是有的 因為嫌森剛才塞的球場 還是自己打塞 玩了 只要他有一個超水準的演出 在自己的每一板球中 穩定性較大 玩了 機會有 但當然未必 現在的局數已經到達兩局 現在打五局三勝祭的賽事 對,實力強的球手始終是佔優 如果你實力夠的話 就算你連輸兩局 都可以追回石膏一籌 追完身打 動作一直在動的時候 動作有大的原因 所以他的失誤比較多 過關 因為他抓不到路 是就是 辯定牌 準備回散 再跳 五局三 ㄉㄨㄨㄞ 6局三 這板球又是 llev起了 六局三 阿易德萊爾 4、6、2、1 幫他前面 只躺在底下,就趴在這裡 差點那麼多,也好球 5、6 這球看起來很鎮定 皮伊遜,也就是阿易德萊爾 雙打拍檔 他們已經入了四強 現在坐在觀眾席,就趁隊友打氣 5、8 5、9 又開始把比分帶開,5對9 3、9、9 像在玩弄、蓮森般 這球是… 8、回復 很難打,拳頭也打破了 所以說頭10分,看看究竟哪位球手 可以放他出來 現在阿爾德萊爾放來了比分距離 嚴森比較難贏的局局 他站定地打,往往拿得不準 好,這下假動作就不適合 8.13 仍然是5分的距離,8比13 9.13 自己開球的5分,始終應該要落多一點 主動就可以進攻 但當阿爾德萊爾開球的時候 他往往會比較容易失分 雖然都是主動的,但主動失分 加油… 很緊,距離只有3分 發球捉莫 阿爾德萊爾 很漂亮 阿爾德萊爾 小小的步伐,然後就是配合這個放位 反而嚴森這個球 完全想不到對手能回倒 好,一個新獸 打法方面,一個比較躁一點 一個很鎮定 分別就在這裡 吃完這一球,16對10 17張 但主要是拿經驗 嚴森打到下來 四強的… 即算是有加強 謝謝 他也進入四強 排名最低的球手 排47 另外,孔令昏排第一 薩姆索洛夫排第四 而阿爾德萊爾排第2 可以能夠跟世界 前四位 其中三位球手 一起入到世界 最後四強已經很難得 很難得 阿爾德萊爾 看到非常輕鬆 阿爾德萊爾充滿了信心 11、20 這板有點放棄 直接打球的時候 跟他最初出來的第一板不同 人的動作拿得不太實 因為已經完全無法追 兩板漂亮 要追最多 追自己開球的幾分 一到對方開球的時候 他的信心又少一點 好球 主攻去到贏分 好像比較威風 而且阿爾德萊爾很輕鬆 也不是很濕 沒甚麼出汗 21比17 21比14 21比12 阿爾德萊爾 最後看歐洲球手 就是搶回 今年世界錦標賽的 一個決賽席位 不用被中國隊威風 所以在場一些球迷 尤其是歐洲方面的球迷 特別高興 他喜歡看對手是誰 現在他首先打入決賽 最後一分球 他自己主動進攻而得分 這樣來到完結場賽事 當然最好 一板反手 看他的移動不多 不過他的體位準 所以他的移動不多 也不要緊 我在這邊 慢慢來